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藏系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 昨天西藏日喀泽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炯巴藏系首次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 在艺术天空的舞台上与观众见面 高亢嘹亮的吟唱 绚丽多彩的服饰 翻腾跳跃的舞姿 下午5点 炯巴藏系的经典剧目 顿月顿珠在上海城市草坪广场的 艺术天空舞台上亮相 吸引了数百名观众的目光 该剧讲述了同父异母的王子顿珠和顿月 兄弟情深不离不弃的故事 主演是炯巴藏系的第十代传人 此次演出将原本可以演三天三夜的经典剧目 浓缩到75分钟 并进行了剧场化的艺术提升 让上海的观众领略到了炯巴藏系的精髓 我想在上海因为也不太见到有这样的藏系 有这样的机会来了解一下那边西藏的文化 也是很好的 通过一种营串来表达他们的情绪 而不是通过词语 上海作为一个很大的国际都市 它应该要海纳摆穿 各种民族的这种精彩都应该要有它掌揮的舞台 为了进一步发展藏系文化与艺术 日前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还与上海原藏干部联络组 解放日报上海大学共同签订了关于推动互藏两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战略合作协议 形成全方位合作机制 这标志着文化原藏从简单的藏系走出去到专业领域合作文化市场的全面拓展 总之这个合作是一个起点 对藏系是个新起点 借助大上海的各方的力量 各方的资源的支持 藏系一定会走得更远